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会燃起黑的眼 紧握一片时间 星光皆泯灭 声音节节 怀我从梦眼中 苏醒眼眸穿越血色 世间在你只一念 随我角色 心与我 风与火 你与我不舍 无许或为君生浑波 寒似击阔 乾坤向这山 愈合 红黄战灭残余波 不问后生应余过 为君随坚固 皆可 明朝相约看星河 无悔此一生与此成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还是当你那个支撑四季的燕芳吗 好 你不敢打 我打 来人 召集大军 是 都给我退下 是 是 英朝 你疯了 我是疯了 我的鱼儿不能白死 本王自然不能让鱼儿白死 本王自然不能让鱼儿白死 等到时机成熟 本王定会给你一个交代 朝风呢 还有夜谭 雪清新 他们与神祖为武 都该死 来人 在 在 即刻捉拿朝风的人回来 将朝风仗下所有正事 即刻收押 责任奔斩 是 朕有一事 向灵谱先尊求证 有情复生 是你暗中出谋划策 将复生之法 告诉了青葵公主 对不对 当时 老朽也是一时心软 不过方才 我看天帝 已经接纳神军了呀 朕若计较此事 他们三人 早就被缉拿回天界了 正是因为 朕知道有情 对于天界 对于神祖 有多么的重要 所以 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天帝英明 但朕依然还是不放心 用玉念碎片 令有情复生 果真不会让他成为 天界的祸患吗 此事并无先例 不过 今日看神君的模样 与先前无异呀 依老朽看 天帝大可放心 正是因为 有情乃天界注视 朕才需要更加谨慎小心 此事还需观察 光天 末将在 是 天界正物繁荣 明日起 去蓬莱将军 跟友情一起 学习处理公务 况且 友情采放复生 故意过于劳慎 以早日学会 也好替神君分担分担 是 回来 朕的意思 你真的明白吗 书下明白 去吧 这天界的事情 上上下下 朕都得操心 这天界的事情 上上下下 朕都得操心 是 我 不得了 你 你 不得了 你 不得了 你 不得了 你 我 为她做了那么多 她什么都不记得了 曼曼 你先走吧 我想一个人静静 小北 浪漠 文人 是你们吗 你们是想告诉我 你们都还在 对吗 公主 玄君 我是少年有情 亦是你的腊木 文人 和没有情 不可能 在九旭云殿上 你分明什么都不记得了 我如果当时不那么说 神识的记忆真的会没有的 你知道 父弟反对用玉念神识 来复活我 如果她知道三片 玉念神识的记忆还在的话 她真的会想办法抹去 那我跟你的过往 也都会被抹去的 所以我撒了谎 所以你记得那时的我们 字字句句 每时每刻我都记得 我记得我为你放的烟花 我还记得 为你三斤千斤 还有 你给我做的画 我也记得 你为我屡次不顾生死 还有你给我写的信 希望我不再自顾 你就是个骗子 我还以为你什么都忘了呢 害我难过了半天 对不起 我爱你 我爱你 你说什么 我爱你 你 其实回想起来 在修补归序之前 我就已经对你生出了倾诉 那时候因为修炼 从来没有证实过自己的内心 但与你在下界经历的种种 让我知道你对我来说有多重要 所以从现在开始 我不想再错过了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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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若记得这些 我乃人族吞地刺女 意外挫驾如天 才与神君少殿有情 相知相识 你是不是也记得我并非 离光青葵 而是离光夜谭 那又怎么样 你是谁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啊 怎么 还不信 不是 我就是不甘心 什么都不用想 以后无论发生什么 我陪着你 我 是不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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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非离光青葵 而是离光夜谭 那又怎么样 你是谁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啊 我爱你 一脸花痴相 怎么跟昨日那个死样 判了我两人啊 秘密 那你要不告诉我 这个万侠听音呢 我也就不给你了 这什么好玩意儿 你给我看看 我跟你说呀 走走走走走 原来神经都 你小点声 别让别人听见了 万一让天地知道了 让他把三个神识全都给搁走了 我友情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知道了 都懂 你那好玩意儿到底哪来的 此乃万侠听音 是我家少主特意托我带给你的 他知道你上天后呢 定会担心姐姐安危 所以感知了这个法器 方便你与姐姐随时联络 这样你就可以不用客自传书了嘛 他知道你怕疼的 他还说 如今呢 你已经心有所属 他甘拜下风 让我替他祝福你 他是你一辈子的好兄弟 当然啦 还有我 关键时刻 还是好兄弟靠得住 呼呼 呼呼 还好 我还有你这只鸟 好 姐姐呼唤你了 在吗 对对对 就这样 姐姐 你可平安 我很好 你有没有受伤啊 我没有 我复杂名单我好得很 这样就太好了 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安心地和丑工去摆住物了 你们俩先聊着 我去门口把风 好 姐姐 曼曼 清禾君 你怎么来了 嫂嫂呢 我来看看她身体如何 你嫂嫂身体好得很呢 清禾君 还是请回吧 回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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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吧回吧 我突然说 谢谢 台湾 还是赵 你 还要识 您 嗯 在这儿吗 我想可能是我们下街太久 他派给别人了吧 他当初为了护我下窃 冲撞了光天将军 难不成 怎么 没事 都是因我而起 我去查探他的下落 他这是怎么了 既然神军带着神石记醒来了 你是不是要一直掠在天界了 那是自然 一会儿友情就来了 我要去沐浴更衣 干什么 自然是花钱运下 奎儿 听风儿说 你方才与妹妹通话了 怎么样 叶潭公主 在天界可安稳 塔儿很好 她已经决定留在天界 做神军的天妃了 受尽人间冷暖十八年 唯有神祖带她宽厚 她现在有这样的归宿 也算是了了我心头大事 你们姐妹同气怜之 还望她以后安分守己 别老闯祸受伤连累你 怎么能是连累呢 我们赶紧出发去摆住物吧 东西我的收拾差不多了 奎儿 你自幼在人界长大 跟着我们浪迹天涯 实在是委屈 咱们在人界多逗留些日子 你想吃些什么玩些什么 尽管让风儿去买 多谢雪妃 到如今还要叫我雪妃吗 叫母妃 母妃 神君决定穿这一身了 啊 啊不 这还没上一套好看呢 这一套跟上一套有区别吗 这衣服上的纹路明明不一样啊 这套呢 神君新换的这双鞋 简直就是点睛之笔 能完美地衬托出神君的英姿 本君只有鞋没换 那神君 行了你也别找我 你说 这银白色的衣带 和我身上这个月白色的衣带 哪个更配我的外袍啊 飞驰真看不出来 你都看不出来 他就更看不出来了 我这衣服怎么这么单调啊 飞驰马上去通知上一先防 为神君定制新衣 不必了 你这眼光我看不上 本君还是亲自去吧 不是你一直喜欢高洁雅致的风格 还要我跟你保持一致 这没有怪我神位不佳了 沈君 您先前对天帝说 不记得阶下之事了 嗯 其实 您都记得吧 你怎么知道呢 飞驰跟了您千余年 怎么可能看不出来啊 也是 但此事啊 千万不能胜仗 但是啊 嗯 并非只有本君变化 公主对本君 也是今非昔毙了 哎 飞驰 嗯 你看我这黑色的发色 是不是显得单调了 不如用法术变成红色的 诶诶诶 大可不必 您要是因为发色耽搁 不怕公主等着急了吗 有道理 这恋爱中的神太可怕了 没有 罗朔 旋商 神君 光天将军 怎么有幸前来我蓬莱将阙呀 哦 末将是奉天帝之免 来跟着神君学习 处理天界功务的 父弟的担忧 果然不会轻易消除 如今四界安太 只有一些零星的琐事 不如待本君需要人手时 再请将军前来 神君 末将乃武官出身 对文书还是比较陌生的 遇事仓促上马 恐怕会误了大事啊 所以我还是早些过来为好 以后 末将将常伴神君身策了 那即如此 将军自辩 多谢神君 神君 那今日的任务安排 神君 神君 等等我 如何签字造句 不真的卷恋小情绪 恐虚迷信的是甜蜜 目光静静 柔柔静静 我们偷着爱的含蓄 深信的详细 寒暄流去 你说遥远 看繁星 你说这男子啊 与女子相会是 这该是女子 等男子来接才是 你为什么如此心机 直接不到我怀里来了 方才是意外 再说了 这男女子本就一视同仁 谁说了女子就一定要扭扭捏捏 要在家里等着人来呢 本公主的习惯是 主动投怀送抱 我知道 怎么 不习惯呀 不习惯的咱俩算了 你说你一出现 那本君欲发的不像神君了 那你像什么呀 傻 像你夫君呗 你可别忘了 我在下届的时候 你可是追着喊着 让我做你夫君 我可记得清清楚楚的 你 好了好了好了 我错了 那你说 我们这第一次相会 你要不吵点什么呀 任凭娘子差遣 走了 沈君 沈 沈君 你方才走得太快 手下血血没跟上啊 哦 末将见过公主 你不是说要补偿我们 这跟皮虫怎么回事啊 伏地的礼物 来监管门君的 不是 那他若一直跟着 不怕 只要令他以为 我还是原来的神主 把他制作便是 我带你去个地方 配合我 你可还记得此处 是有点眼熟 你来天界之初 偷了玉鹤仙人的仙鹤蛋 触犯了天规 惹怒了众仙 本君带你来此处思过 往后这样的事 切莫再犯 沈君果然还是当初 那个一丝不苟的沈君啊 天地莫不是多虑了 我又没学过壁谷之术 那我饿了怎么办呀 提起这个 我又饿了 如今有了善堂 万不可再做这些 偷鸡摸狗之事 光天将军 莫将在 公主饿了 神君这是何意啊 去善堂 准备一些人间的美食来 不 神君 我是来跟您学习的 不 不是来抛腿的呀 本君倒是想使唤飞驰 但是飞驰见你跟来 不便跟随 所以 还请将军跑一趟吧 不 我 神君 有什么问题吗 遵命 那个跟屁冲走了 你不会真是带我来四锅的吧 之前因为鲜鹤蛋的事说了你 今日 我是来补偿你的 亲一下可不算补偿 那 把鲜鹤蛋偷了 算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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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在干擾 给我 沈君 你一定要为老朽做主啊 快 贤伥 like 来 羽毛 万分抱歉 又来讨扰沈君 这是老朽座下的鲜鹤蛋 又被人偷走了 仙人 您可知何人所为啊 老朽思前想后偷过我掀蛋的只有一人 只是 我我也没有证据啊 我只是猜测会不会又是青葵公主所为啊 慎君 以您相公道 您这次一定要秉公处理啊 仙人 仅凭猜测您怎么能救 佑芯 茶叶蛋煮好了 茶叶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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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人哪 神君哪 神君哪 这老朽的万年侠树 试试试试 试试试 黄儿 神君 这天地万物 本就属于神族 也只不过我们二位是奉命司官而已 神君 下一次如果您再想吃这茶叶鲜河蛋 吩咐一声便是 我 我们就把这茶叶呀和蛋呢 都欠人给您送来 对对对对对对 你看 倒是自家的 你客气啥呀 是是是是 你这茶叶蛋 不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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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清亏以为我 我身为天妃 这两个 这两个蛋无可奉非 我还打算拉着神君一气品尝 郭真如神君所言 两位神仙郭真是都温戏之心了 我此时都怪清亏 清亏之错 都怪清亏之错 都怪清亏的错 清亏的错 你这也太重了吧 太重了 太重了 简直胡闹 你就在这茶叶蛋面前 给我抽天归八百遍 本君就是让你渴望不可及 折磨你的心神 讨牢牢记住今天的教训 知道吗 道客 好好好 原来如此啊 区区一颗仙鹤蛋 责罚未明太重了 对 责罚太重了 太重了 不重 一点都不重 二位莫要为他开脱 今日必须重罚 若是二位仙家 以后为他训私情的话 那本君绝对不会姑息 届时伐朝天归千变那都是少大 不不不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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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二位一定牢记天归 群归蹈局 绝对不敢放松 不敢 不敢 罢了 那二位 请回吧 好 好 走吧 我的大 走走走 快走快走 快走快 快走啊 我说你怎么这么理智气壮 你看把两个神仙给吓的 没事儿 等明年发年缝的时候 我再多给他们补偿不就行了 猴贼神剧女分赃喽 来吧 这天界闭谷之风啊真应该改变了 我若是早些吃五谷的话 那我或许能增进修为 就不会在龟虚中神行俱灭了 你们神仙不是都只是清气的吗 这混沌之力啊 其实就是魏芬的清主二气 从前神祖只认为清气好 所以只识清气 以清气修炼为主 但是他们并不知道 这浊气也是世间不可或缺之物 并非是坏东西 原来混沌之力是这样的呀 只不过呀 在龟虚中 没有人能活着出来罢了 也就无人知道其中的秘密 那还有一个 给你吃 我吃不下了 给你 你吃吧 我不吃 你吃 沈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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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 好香啊 这 这什么气味啊 没什么味儿 将军 错觉吧 我错了 不会吧 将军 你此次前来所为何事啊 不是沈君吩咐属下 去膳房打点的吗 确有此事 那餐食拿来了吗 没有 属下原本是这样打算的 可途中遇见了碧琼仙子 仙子请沈君 今夜历临他的生辰夜 属下料想 青葵公主 肯定是随沈君赴宴的呀 便没有让膳房准备 赶紧过来 向沈君和公主报告 来 来 光天将军 光天将军 这是你要学习的公文 都是神君批过的 你看完了再找我要 藏书阁还有上万卷 啊 上万卷 将军 学习要紧 快去吧 这 这也太多了吧 这 这 唐儿 碧琼仙子的生辰宴 我要去吗 你是他表哥 你不去不合适吧 唉 我现在每时每刻 都想跟你在一起 你要是不去 我肯定不去 我倒是无妨 但是 既然是生辰夜 是不是 也该带一些礼物 要不 要不从你那藏宝阁里着急啊 不行不行不行 肯定不行 这个模样怎么那么熟悉呢 要不 要不送这个吧 茶叶蛋 你想让全天界都知道 我们俩偷蛋 我说的是汤 扣吧 就这个 快点 小叔走 必须仙子生辰快乐 这是我的贺礼 这是我的 小妹 兄长你来啦 这是我的贺礼 听闻兄长 要来尚书囊 做副职教了 尚书囊 选拔一向严苛 兄长此次能入选 真是我们侠族的荣光 往后在天界 你我兄妹二人 也好有个照样 是 今天是你的生辰 哥哥带来了 你一直最想要的东西 丹霞云锦 还是兄长 对碧琼最好了 快收下吧 谢兄长 碧琼 生辰快乐 姑姑 你也来啦 姑姑 有劳姑姑 亲自前来 为小妹祝贺生辰 听说你被清离星君 提拔到尚书囊 来当执教了 此事不值一提 你说 人家送来的宝贝 都那么贵重 我们就送这个 是不是不太好啊 有何啊 这生辰宴本来就是 接受众心的祝福 那她要是协计 才送的礼物不好 那这生辰宴不把一罢 若是让她知道 你这空门小眉的嘴 还得七个半死 我这是宝贝啊 行啊 宝贝 宝贝 表哥 表哥能来碧琼的生日宴 碧琼甚是欢喜 碧琼先自客气了 这是 贺礼 表哥送碧琼的贺礼 碧琼定会好生珍惜 树碧琼孤陋寡闻了 不知表哥送碧琼的是什么奇珍医宝呀 不是 这是 汤 这是人间的美味茶汤 此次神君下届品尝到甚是喜欢 让我也做来给碧琼仙子尝一尝 还说碧琼仙子清新脱俗 不稀罕奇珍医宝 一定要送一些 能代表我们自己心意的贺礼 对 对 多谢表哥 还是表哥了解我 嗯 碧琼仙子真是出落得越发漂亮了 谢谢姑姑夸奖 等一下碧琼为大家献上一曲 好 你去吧 今日是碧琼的生辰 为了答谢大家前来为我祝贺 碧琼愿意献上一曲 为大家祝幸 好 还记得当年与表哥前销合奏 不知 今日表哥是否愿意与我一起合奏一番 也算是满足碧琼的生辰愿望 不就是合奏一曲吧 去吧 那既然如此 开始吧 玄商神君的琴 与碧琼仙子的销 那可真是天界一绝呀 二人合奏犹如流水 方流寒玉润 原折冻珠光 今日亲灵一番 实在是荣幸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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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嫂嫂 我听闻你也是琴棋书画样样镜头 不如今日你也上去演奏一圈 今日是碧琼仙子的生辰演 我就不用了 对 嫂嫂 不用了不用了 嫂嫂竟如此谦虚 可这碧琼满腹心机 明知嫂嫂与兄长才是天生一对 却仍不死心 处处都要压嫂嫂一头 嫂嫂竟然能忍了这口气 好 好 我听了 果真是天接一绝 谢碧琼仙子献祭 青葵今日也是一宝而服 不行 绝不能让这个碧琼把我们嫂嫂比下去了 早就听闻青葵公主的琴迹乃人间一绝 不知诸位可想一宝而服 是呀 当然想 好 当然想 是呀 好不容易有机会与表哥合奏 让仲仙看我们有多当对 怎么这个青葵还要冒出来压我一头 不能不能不能 紫巫啊 青葵公主不愿意就不要为难她了 兄长 你没听出来吗 嫂嫂真是谦逊 嫂嫂别谦逊了 大家都等着呢 快快快快 躺吧 肯定是这个调子 没有记错 寻找 嫂嫂真是故意的吗 对 故意的 吃错 吃错了 这 这霓光室的青葵公主 怎么会如此不同音语 公主的秦义 表哥觉得如何 好 本军的意思是青葵公主 谈的 谈 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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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的响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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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啊 我 完了 祸从口出 我说他弹的响 他一定生气了 少点空信 你还真是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你听我狡辩 你听我解释 此事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这 我那 当时我那我 你还真是机灵啊 我 我机灵吗 机灵啊 你当然机灵了 我还以为我今天谈成那样 我都得暴露了 没想到你又给我圆回来了 你 你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你吗 我不在乎啊 同一件事 一个家里有一个人会做不就行了吗 这太好了 太好了 太好了 不过我看着病熊那个样子 我倒是挺担心的 为什么 我和姐姐相差的实在是太多 要是想长长久久地留在天界 恐怕 还是要谨小慎威胁为好 这都不像你了 沈君 沈 沈 我先回蓬莱江区 回头再来找你吧 嗯 去吧 等我 等你 好 好 好 走 去看看 不能再买了 快过来看一下吧 啊 这个就不要了 我明基买了很多了 不喜欢是吧 嗯 那这个就不要了 其他的全都要了 都给我包起来吧 哎 我费太多了 哎呀怎么办 你看那家也不错 去看看 你干什么 大医生你干什么呢你 你快点给我 撕文点 撕文点 给我 阿丑 过来帮忙 好嘞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嗯 大人 稍后赢了你 拿东西去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啊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啊 大人 属下们跟您这么多年 不畏权力不畏名利 只求您能跟雪妃过上好日子 虽说您现在没了法力 但也算跟青灰公主终成眷属 属下们大心里替您高兴 陈渊的事咱不管了 啊 来 给我 哎呀 淳啊 我现在都在你那儿 奖价啊 朝方会下所有兵士全部输药 择日问斩 哎 母妃对我也太好了吧 什么都替我想到了 这样咱们到了白猪屋之后 就不会一穷二白 缺一少时了 你怎么了 这一路上都没怎么说话 没什么 我只是在想 咱们去了白猪屋 都做些什么 只要到了白猪屋 无论做什么都好 最好是能在院前种一片木荷花 这样我们就能 漫步花丛 遥望星河 怎么样 好 我帮你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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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光还掠过双生的花 我 流落在 沧桑的悬崖 我听放了浮童水的脸颊 纷飞出海的沙 多想陪你穿越过 忧伤的夜霞 我们牵手跌宕的天涯 测换的时空 吹了浪编发 再哭也不怕 你是我心中的鱼鸯 我的云光 山树成年华 如果泪落下 你总先忘 我是你心意的梦花 别问星河 还无需回答 未然亮 天地无暇 是你心意的梦花 是你心意的梦花 天地无暇 明镜花